五中全會臨近 日前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會議通過一項《重綁條例》 對所有的中央委員作出全面規定 並再次強調保衛習核心 引發輿論關注 有分析認為中共此舉 恰恰釋放出習政權不穩的信號 當局恐擔心黨內權鬥引發五中全會發生政變 因此對所有的中央委員作出了約束 以防萬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8日召開會議 決定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將於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 屆時將有300多名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到場 中共官方媒體報導 會議通過了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 對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 領導體制 領導職權 領導方式 決策部署 自身建設等作出全面規定 為加強中央委員會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但條例的細節已至全民報導並沒有公佈 這項條例特別強調堅定維護習核心 被認為是習近平僅持黨中央權力的進一步舉措 一位不願具名的北京政治評論人士 對中央社表示 這條例可說是已知中共黨史的首次 從文字上看 這條例的重要性已與黨章並列 這位評論人士認為 中共中央委員會是全黨最高領導機關 也就是認識上的黨中央 這條例可對涵蓋中國各個層面的 200多名中央委員及100多名候補委員進行直接約束 另外有分析認為 中共當局在五中全會敏感時期推出這條例 重磅保衛習核心 合合釋放出習的權力不穩的信號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即將在10月召開 議程包括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 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 同時還可能涉及接班人選人事卡位戰 一名政治權威人士認為 2035遠景目標是習近平想再執政15年的宣言 但是習近平的計劃能否被中共黨內接受 五中全會結束後答案會變得明朗 外界分析 中南海恐害怕10月變天 不得不推出這個條例對所有的中央委員加以約束 試圖防止黨內權鬥加劇 出現人心散緩令習近平成為剛棍司令 而加劇中共解體 今年以來由於疫情和經濟大幅下滑 中共黨內利益集團受損 對習近平的責難空前之多 近期習近平和李克強的路線之爭公開擺上桌面 任志強事件就標誌著黨內紅二代和習近平的分裂公開化 不少紅二代要求政改 逼供的消息滿天飛 除了內部危機 中共還面臨美國聯合盟發起的全面圍剿 在國際上四面楚歌 現在習近平已經陷於內外交困 中半親離的境地 五中全會最高層的權力爭奪戰 會激烈到哪一種程度 尚難以預料 時事評論人士鄭忠元日前讚文說 公安部早已宣示要全力保中共政治安全 維穩五中全會 令到這次會議變得煞氣騰騰 黃克表示 現在亡黨危機空前 以追責為藉口 以接班人安排為核心 各派政治勢力對習的圍獵 勢必越演越烈 然而 他們難以想像的是 內鬥或只是中共解體的實現方式